收到包裹訂購人是自己的兒子 簽收付款打開後竟然是鹽酸 疑問之下 兒子根本沒買這東西 到底哪來的 在這個期間呢 我除了受到FB的攻擊之外 另外呢 這個人也用假的帳號訂了東西 他寄鹽酸等於恐嚇我們 控訴造人恐嚇 除了收到不明人士寄的包裹外 還有網絡論壇 十幾個人頭帳號在議論孩子 一家人也收到恐嚇簡訊 有一天上班的 就是上班中 我就接到一個恐嚇電話 他說他是竹聯邦和堂的陳某某 然後呢 他就開始把我家的住址 全部都報出來給我 只出生一樣樣的事情 連親戚的公司都收到恐嚇信件 甚至被說涉及偷拍案 料性男子跟母親提告 也出面澄清 看到的時候就很生氣 然後他也完全沒有證據說 那個就是我 然後就是完全這樣誣蔑我 那個影片不是我本人 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出門的時候都會戴手錶 然後我的眼鏡也跟 影片裡的那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從高中就開始戴這個眼鏡了 就都沒有看過了 東區地下街日前發生偷拍案後 男子被指控是涉案人 他否認並指出 可能與女友有關聯 應該是我女朋友的前男友 他做出這樣的一個行為 就是因為他會 之前就會一直寄信 他們分手之後就一直寄信 然後騷擾女朋友 然後還有他的家人 男子與家人透露連日騷擾嚴重影響生活 目前已經提告警方 寒送地檢署偵辦 就待檢方調查 讓真相大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致電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